已经被Oracle给买走了 所以请注意一下 那个下载的网址要连到那个Oracle Oracle O-R-A-C-L-E Oracle这个甲骨文的这个网站 这个网站它里面有哪些东西特别重要 如果我今天要download最新版的 各位请到Oracle网站 那各位可以看到我的习惯是在download里面 download点下去之后你可以看到download 有没有移到download这地方下载 它会出现那个popular 最热门的 其实最热门的就是第一个 就是这个JDK就是这个 Java for Developers 就开发人用的 OK 那请各位把这个点下去 点下去之后的话 各位可以看到 这边有一个Java SE SE是一个免费版本 免费版本download 那download里面的话 各位往下找 我们要download的是最新的版本 那各位可以看到往下找 你可以把这个download地方点下去 点下去之后呢 接下来选择我们要的版本 那我们要的版本 假如你是用XP 像我们这边的电脑 好像安装还是XP 所以是Windows X86 那如果说你是后来才买电脑 你家里面可能是X64 有可能是Win7的64位 那你就要下载X64 否则的话 你没有办法执行正确的JDK 那上面呢 请点一下这个accept 上面有个accept要点一下 然后把这个JDK 把它download下来 download下来之后呢 再把它安装 就完成第一个阶段JDK的下载与安装 这个部分呢 一定要做 如果你没有做的话呢 你的enjoy是无法执行 因为enjoy是挂在人家JDK的上面 所以第一步呢 一定要去把JDK下载 那第一个JDK 第二个的话呢 我们还要下载就是开发的环境 那因为呢 你不可能说 当然记事本也可以开发的 不过应该没有人用记事本 早期写网页有人用记事本 可是之后不会有 为什么 因为你有图形化工具 会非常的方便 而且可以帮你管理你的专案 那目前 用的最多的就是什么呢 用Eclipse 有一个IDE的整合开发环境 当然还有很多 不过慢慢的 大家用最习惯还是用Eclipse 那Eclipse的网站在哪边呢 第二个要跟各位讲 第一个你们要记第一个 Oroco的网址 然后download 第二个的话呢